1986年在澳门开舞蹈班做舞蹈老师 谋生的梁安琪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一年他认识了赌王何鸿燊的三哥何鸿展 三嫂丁书珠 何鸿展丁书珠夫妇邀请他参加了一场私人的舞会 他被安排作为何鸿燊的舞伴 作为一名舞蹈达人 何鸿燊对舞伴很挑剔 但他被梁安琪征服了 在舞池里他对梁安琪的舞技称赞不已 在这之后何鸿燊想跳舞都会找梁安琪 当两个人跳舞的次数多了起来 何鸿燊对梁安琪动了情 有一天他对梁安琪说 我喜欢你你愿意吗 梁安琪明白这是何鸿燊想让他做四太太 而何鸿燊比他大39岁 梁安琪并没有当场答应 而是说考虑两天 两天后何鸿燊准时给了梁安琪打了电话 梁安琪问他 你对我会长远吗 何鸿燊在电话里申请地对他说 你是我最后一个爱人 梁安琪答应了做何鸿燊的四太太 1989年9月何鸿燊为梁安琪购买了寿山村道26号独立洋房 两个人正式公开同居 而这也是何鸿燊对外宣布梁安琪成为他四太太的方式 与何鸿燊成为了夫妻后 梁安琪在1990年生下了女儿何超盈 在1994年生下了儿子何又亨 在1995年生下了儿子何又君 在1999年生下了女儿何超新 而江湖传言他和何鸿燊还有一个小儿子何又嘉 对于何又嘉是否存在 在2020年之前梁安琪从未做出任何的回应 因此关于何又嘉是否存在这个话题 大众讨论了近20年 有人说何又嘉因为生病 早早夭折了 所以大家看不到他的身影 但关于何又嘉消失 被传得最炫乎的就是续命说 关于何又嘉为何为何鸿燊续命 则要追溯到2009年 在这一年已经88岁的何鸿燊 在梁安琪家中不慎地摔倒 昏迷了六天 就在大家以为何鸿燊难以熬过这关时 几个月后他康复了 因此有人猜测 赌王家族请高人为何鸿燊做了法 用何又嘉为何鸿燊续了十年的寿命 看着大众对何又嘉的各种匪夷所思的讨论 作为何鸿燊和梁安琪的长女 何超盈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 根本就没有何又嘉这个人 一直都是误传 而这也是赌王家族难得的一次 有人谈到何又嘉 梁安琪的孩子说何又嘉不存在 何鸿燊和梁安琪对何又嘉又闭口不谈 那么何又嘉到底真是存在吗 终于在谜底在2020年被揭开 代价是何鸿燊的去世 2020年5月26日 何鸿燊因病去世 享年98岁 在6月27日公布了赌王的复文中 大家虽然没有看到何又嘉的名字 但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何又邦 何又邦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的亲生母亲是谁 他会不会就是何又嘉 而且因为复文中赌王子女名次的排列 是按年龄的何又邦排在何又亨和何又起之间 根据何又亨和何又起的年龄 可以推测何又邦应该是在28岁左右 按照28岁算 何又邦出生于1992年 他母亲在1999年怀孕 在1999年能为赌王生孩子的 除了梁安琪 就是和赌王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后来嫁给了李连接的李志 难道何又邦的母亲不是梁安琪 就是李志 一切疑惑都在6月27日下午被解开 因为梁安琪出场了 在这一天下午 梁安琪发表了声明 在声明中 梁安琪坦言 何又邦是他和何又邦的孩子 因为身体原因 他一直被保护着 家族里的人都知道他的存在 而他和何又邦都非常的疼爱何又邦 为他做了一切妥善的安排 至于为何何又邦这次会曝光 主要是因为按照起俗 何又邦的名字 要镇刻在他父亲的墓碑上 随着梁安琪的这一纸声明 人间从此再无何又家 而大家这时才明白何又家其实就是何又邦 只不过他不是梁安琪的小儿子 而是他的大儿子 当何又邦被曝光后 港媒挖掘到了更多关于何又邦的信息 据港媒报道 何又邦在年幼时生了一场大病 精神上出了问题 为了给何又邦治病 何鸿燊和梁安琪先将他送到澳洲治疗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又转到了美国治疗 为了避免受到外界和媒体的骚扰 何又邦在这之后一直生活在美国 由专业人士照料 开支由家族基金负责 何又邦也回过香港 但是都会被何鸿燊安排人手保护的特别好 大部分时候都是梁安琪带着其他孩子 去美国见何又邦 如今何又邦已经大学毕业 对电脑很有天赋 而何鸿燊在去世之前都很关心这个孩子 还特意叮嘱何超穷要好好照顾何又邦 只不过何又邦的姓名虽然被曝光 但大家不会知道何又邦现在的长相 因为为了保护何又邦 赌王家族不会安排何又邦回到香港 为何鸿燊奔丧 这意味着不会有媒体拍到何又邦的容颜 斯泰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公布关于何又邦的消息 据悉何又邦因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 导致精神出现问题 所以一直在外敬仰 看得出来对于儿子遭到梁安琪的疼爱 同时他表示平时给儿子办各种聚会 赌王生前也很疼爱他 赌王临终前还特意祝福何超穷 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弟弟 可见他和斯泰都十分疼爱这个孩子 但因为他实在不适合生活在内地 所以家人只能定期去探望 平时逢年过节 赌王也会安排人手保护何又邦回家团圆 但因为对他保护得很好 加上他精神状况不好 怕人多也不善于沟通 所以至今没有媒体拍到过何又邦和家人一起的照片 只有他回到大宅时的一张侧面照 赌王去世 家里人是有通知他的 但因为考虑到他的问题 为保护他 赌王的丧礼也不会安排他回港奔丧 所以何又邦在家族中一直是受宠爱的 在去世以前 赌王对这个儿子还放不下心 赌妇最看重的女儿 二房何超穷要好好照顾这个弟弟 现在四房 长子何又邦首次曝光 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何又邦的身体一直不好 但现在赌王父亲丧礼日期确定才现身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可能外界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何又邦 毕竟赌王对这个儿子很偏爱 早前就传闻四太 梁安琪除了何又亨 何又君两个儿子 外还有一子 但外界称其为何又家 港媒还表示何又家的身体不太好 是梁安琪的软肋 赌王为了安抚娇妻才未公开 其实以赌王对子女的性格很喜欢开发的环境 要子女自由竞争 这个何又邦更是便是何又家 在赌王的17个子女中确定不一样 何又琪在2011年左右还曾被拍到和赌王出席活动 但那个时候 他还被误以为是之前传言中的神秘第17子何又家 不过赌王家族里所有人都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件事 此次公开 他也只是说何又邦的身体从小就隐急 所以家族一致对外手口如瓶 之前何又君等人不止一次发布四方的合照 经常晒出与妹妹合照 何又亨平时也很低调 可以理解 但对哥哥何又邦 何又君大概也是出于保护的心理 所以才从来不提也不公开何又邦的照片 不过在之前家族曾爆发过一次争产大战 何又邦被拍到过独自现身大宅的照片 看起来很温和的模样 和何又亨的气质很相似 虽然己房有当时有矛盾 但当时何又邦的面容温和似乎并不受这些琐事的影响 赌王当时要将大部分的资产给四方 也许更是因为心疼何又邦 外界一直流传的何又家照片其实是何又起 说起来赌王的儿子们小时候完全是一个模样刻出来的 要是不仔细看 甚至有一些傻傻的分不清楚 何家人对何又邦一直爱护 虽然赌王去世还不忘记嘱咐其他房女儿照顾这个体弱多病的儿子 看来赌王也希望家族和睦 如今何又邦公布希望不会打扰他的正常生活 何又邦终究还是赌王家族那个最神秘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